入冬以来,处于世界候鸟前夕三号线上的新疆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成为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的重要气息跃动地。 来这里跃动的大天鹅数量达752只放下湿地保护以来的新高。 2月下旬,记者在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看到,数百只大天鹅悠闲惬意的细水捕食。 大天鹅的鸣叫声此起彼伏,洁白的大天鹅或握或立或游或走,鼓翼欢歌。 小天鹅跟着天鹅妈妈在波光淋淋的水面上游水嬉戏。 天鹅与茫茫雪景交相辉映,形成一幅美妙的画卷。 这也是从2010年湿地保护以来大天鹅数量最多的一年,通过退根环湿、退木环湿、退堂环湿,让湿地的面积增加了近一倍。 环境优美,食物充足是吸引大天鹅来自越冬的主要原因。 在众多天鹅中,管护员还监测到了来自蒙古国的静部佩戴ET11号、ET62号环制的大天鹅。 两只环制大天鹅羽毛结白,身体健壮。 从体型上看,这两只都是成年大天鹅。 环制信息显示了它们的迁徙方向、路线和停留地点。 ET1号和ET62号大天鹅那已经连续6年来到马拉斯国家湿地公园越冬。 通过几次监测,我们发现它身边有体型较小羽毛发挥的小天鹅在它们身边。 这已经充分地说明了它们已经生儿育女。 环制天鹅的不断出现在我们马拉斯国家湿地公园。 这说明了我们马拉斯国家湿地公园已经成为候鸟迁徙路上的重要栖息点和觅食点。 大天鹅等野生鸟类的到来还带着了湿地公园冬季旅游。 大天鹅12水中七夕,12群起高飞。 有的三两一队在冰面上悠然散步,让游客大饱饮服。 大家站在观测台上,不时拿起手中的相机拍照留念。 冬季水面结冰,为了确保大天鹅不挨饿, 湿地管护员开始给大天鹅人工投食, 并利用给天鹅投食间隙进行破冰作业。 在候鸟觅食区早开不睡点,保证有足够的水域运机供大天鹅等候鸟栖息。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是中国22个重要湿地之一, 对保护新疆湿地水生植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 现在,园内野生动物达331种,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7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40余种, 湿地植物达200余种。